那么好 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路由呢 首先到这的时候 你要安装一个新的包 叫reactrootdom-d 这个东西要安装 那么安装完了以后呢 底下这个是要说 首先这个路由有几个核心的功能 比如reactrooter 叫是核心库 它实现了所有路由的核心功能 reactrooterdom 这是与浏览器端 到我们配合工作的版本 当然还有 它还有reactrooternative 那么这个呢 是给reactnative的版本 那么我们明天呢 会给大家讲reactnative 那么也就是说 当然大家会发现 配环境配的非常恶心 这个里面也说一点 native其实是用react语法 用react所有的五大核心的技术 然后去写一套东西 这个东西写完了以后 它build的以后 就能变成一个安卓 或者iOS上的原生的APP 它不是hyber的 也不是webAPP 理解 当然还有一个叫reactrooterconfig 这个呢 来讲是用于轻台配置的 那么大概我们会用到这些库 那么首先动手实验 那么我们来 首先产生一个 相应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 然后复习一下昨天 昨天其实来讲 我们说了一个脚手架 那么脚手架的话呢 已经 而且我们已经是有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用脚手架做了这么一个 当时005是 那什么 我们看一下005在的位置 copy pass cd 这是当时005的 005的页面 也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 005是能跑起来 那什么的吗 005可以跑 可以start 这个东西 昨天这个为什么跑不起来啊 那难道我要bill子一下吗 不对 react script不是内部命令 哎 为什么会爆这个错 这不是昨天那什么能出来了 嗯 难道要这么看吗 哦 嗨 这个 错误是这么引起的 因为 昨天做了一个比较 我做了一个比较 那个恶劣的操作啊 我把这个node的modus给删了 因为node的modus删了以后 它可以省这个地方 我把这事我给忘了 所以现在那005就没法使了 这个如果大家需要用的话呢 就是用npm install 把所有的东西里面再装一遍 而且有一点啊 就是拿 我突然想起来 这005现在这个基本就废了哈 就是 呃 所有拿react的这个键出来 react 就是我们就说那个叫create react app的这个键出来的这个东西 不能不能删那个node的node的modus哈 啊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就直接出去键006了 create react app 我们键一个叫006的 啊 这个要等一会儿哈 这个属于我自己首签啊 因为我自己建的一个东西出来 他在package.json里面都有 但是通过交手架建出来的这个呢 他怎么说呢 他只有那个什么 他他那个package.json里面只有很少的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要想把这个东西删掉的话呢 你得用一个叫呃 有一个命令 那个命令我还会再查一下 但我记得有这么个东西 他可以把里面所有的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然后把那个package.json全部填全 填全了以后 这是你用 你就可以删那个node的modus了 然后你删完了以后 你需要补的时候 就是npm 然后install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原先在前面 我给大家手写的那几个一样 那里面都有 现在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 好 出来了 啊 cd006 好 那我们npm runstart 机动 哎 怎么缺省的 缺省的这个浏览器变成IE了 这谁搞的 那么算了 我不跟他不跟他命了 我就 我自己开一个的了 因为实用的也不太熟 然后你要知道 现在让我找那个缺省的地方 我还得费点劲 反正这个事现在呢 是能起来 那么起来以后呢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先说这一点啊 首先呢 我们大概说一下 这里边我们会遇到几个 相应的这个概念 我们把这个概念 大概说一下 首先呢 一个叫router router其实来讲 这跟view一样 router其实是挂载点 就是如果你想在某一个地方以下 然后能够进行路由 也就是说 它可以方便的路由 那么必须是挂载在某一个router底下 就是说我们上面就像app一样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节点 那么在这个节点以下 被它包裹进去的这个东西 那么里面所有的路由配置 链接和逻辑都有效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叫路由对象 这个在view里面有类似的概念 你记住所有的路由的时候 它配 它一定是说我配一个空间 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 凡是挂载进去的组件 那么都支持路由 但是如果在它之外 OK就没用了 然后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会遇到browser router hash router和manman router 我们主要用browser router browser router呢 后面我们大概给说一下 这三个router之间的不同的区别 然后是root root呢 是路由表 也称作路由配置 也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真正的路由的挂载点 也就是说 外面我们首先有一个壳子 router是一个壳子 就像一个 我们在停车场里划定了一个范围 这就是停车场router 那么router呢 其实来讲就是说 每一个停车位呢 你可以放某一辆车 其实来讲rout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我到底是把这个空间加载进来 还是把另外一个空间加载进来 其实router在浏览器端的router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浏览器端不存在 整个页面被摧毁的问题 那么它就是说我这一块 那么加载组件1 还是这一块加载组件2 这是router 也就是说router 代表的是一个挂载点 是空间真正挂载过去的位置 而router呢 是整个这么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边 所有的root link 所有这些东西都能有效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然后呢 还有一个link link是个跳转 就相当于A链接一样 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html里面 如果A链接趴一点 那么它就从一个网站跳到另外一个网站 这其实就是 那么那个A链接里面一定有href href带着一个路由的一个路径 UIL 那么点这个UIL是跳到另外一个 那么link是什么呢 link是说当我点这个link的时候 对应的挂载点 挂载相应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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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omponent 挂载相应的组件 那么link呢 是干这个 所以它在某种 如果我们把它跟服务器端的路由 对比一下的话 那么link相当于A标签 那么root呢 相当于对应的位置 加载进来的页面 或者就是重新启动的一个页面 这就是整个因为这个概念很简单 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东西